嗨,各位好,大家好,我是台南人,台南小孩 使我这个东西是我那时候在念成大的时候创办 然后在台南待了23年 然后终于有机会逃出台南来台北 然后我现在是政大的岩壁生加研究生 然后是技术性岩壁 大家应该有创业的人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好了,我今天的主题是讲说我自己如何用一张卡片做创业的事情 最近我听到一句话就是我在招员工,然后有人来面试 然后他就提到说,你们这张卡片让我想到 为什么有人可以用学校那种发行那种联名卡把它搞成一间公司 然后我听到说,对耶,为什么把这种东西搞成一间公司 听起来也蛮不可思议的,然后为什么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先想到一种生活心态 大家都是吃东西不会吃到已经过饱的状态 那假设今天第一天我们礼拜一,这些都是台北的餐厅 去一间轻食餐厅吃了两个人一起然后打酒折,省了48块 然后礼拜二跟同事一起去,这间叫Win's Cafe,买一送一 然后两个人又省,四个人一起吃,两个人是省了220块,省了一下 然后Focus不知道有没有人吃过,吃他的汉堡 然后四个人又打酒折,省了100块这样 然后燕磨啊,就是大家可能偶尔可以去试一下 不错啦,燕磨燕磨 然后带妈妈去吃嘛对不对 然后就一起去吃,三个人都打85折,省了495块 然后Trio三冲之后,我就周五晚上喝点小酒小酌一下 四个人一起去,没人送一杯Shot,坐进去,直接请你喝一杯Shot 不要喝一杯就倒掉了,然后这样四个人省了600块 因为他一杯Shot就150,王品牛排,应该在场没有人不知道 全部一起去吃,一个人1300打酒折,一个人就省了130 两个人跟你自己亲爱的一起吃,两个人260块又省下了 然后礼拜天,吃到最后一天,总算是要吃最后一餐 总是去吃个小萌营,吃到饱这样子 四个人,四个人去,每个人都打9折,四个人又省了198块 哇这样一个礼拜下,你居然就会在吃饭这件事情上省了1621块了 是不是应该给张卡一点鼓励一下 就是一个非常magic的一件事情,你手上拿一个薄薄的一片 成本不要讲好了,就是成本不高的卡,然后可以做到那么多事情 是因为有一群人,不是一群人,还是几个人而已 然后我们为了去创新所谓我们在用餐的体验的一个过程 所以带一个智慧餐饮的模式跟新的经营的方式给餐饮业 所以我们去设计了一些从餐饮业这个角度去着手创业 那我再稍微简介一下我自己好了 我在之前是承担念建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建筑的朋友 建筑系就长这个样子,就是乱七八糟,然后做很大的模型 然后工作室永不熄灯这样子,然后怎么会跑来做这件事情 09年的时候,我跟大部分大学生一样其实是毫无资源的状态 那时候就是去接触了很多校外的一些商业竞赛,创业竞赛 就是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好像还有一点sense 就是在学校那个熬夜切,切那个模型板好像 然后做好作品被老师说bullshit这样子,然后好像没什么成就感 然后可是在外面可以得到蛮多成就感 就是说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比较不是 就是比较不喜欢一个恒定状态的人,所以会一直尝试一些新的可能性 所以就去外面比了很多种比赛,发现说 对这个领域好像还蛮有sense的这样子 所以后来也跑来政大念科技管理研究所这样子 那后来就尝试了自己想要做一些事情 因为总是比赛就觉得那时候跟我partner说 总是都直上谈兵,然后那些教授有时候在评审的时候 根本就不懂网路,然后在那边跟你说你的东西不work 然后说屁啦,你才不work 然后不甘心嘛,就自己跳出来做 因为那时候我们这个史沃塔这个企划其实没有得名 然后就是不甘心就出来自己做 然后就从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到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文章 然后去骗到一些义工,不是啦,就是骗到一些初期的伙伴加入我们 然后是无偿的方式去做 然后一直到最后有十几个员工加入 这个过程其实我自己觉得是一段蛮特别的旅程的 那也是创业可以带给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二十几岁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说实在你们会发现这一代的年轻人怎么常常会提到创业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有网路这样子的东西把创业成本整个降低 所以大家有办法在这个时间点就踏入去体验一些 可能以前老一辈的人要三四十岁以前才能体会到的事情 但是我们索尔卡第一次发卡的样子 他说那个接受了一个苹果日报的记者说 梗所以要有女仆这样子所以才会上报纸这样 然后就找朋友来这样 然后就上一些杂志跟之前去山地财经台 上天试一下这样子 然后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在师大旁边有一点要混的咖啡 我们几个人就躲在那边 然后就是在咖啡厅里面当办公室很酷的地方 如果有机会可以来拜访我们聊聊天这样 然后这是我们里面的一面玻璃 好那其实讲那么多其实我们就是创造了这一张卡 这一张卡叫索尔卡 它是一卡通行所有餐厅 我们目前的售价是一张499块可以用到明年的年底这样子 然后为什么它可以推展得起来 因为它对消费者来说行销成本比较低 对餐饮业者来说它接触的也比较容易接纳 因为它平常就在发行这些优惠卡 所以我们就讲说为什么不做一张卡 把所有的优惠整合起来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史沃卡尝试 可是中间其实我们有遇到一些失败 因为史沃卡一开始我们一张只卖100块 然后根本仰不合整个团队 根本完全仰不合 所以我那时候去大陆看到一些团购网 就觉得团购网这个模式可以赚钱 拿来台湾做应该可以 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监团购网 就像Go Marci Groupon这样子 可是一做下去了 当你发现赚钱了之后 大监的也都来做了 所以不能被杀了片甲不了 然后一个小屁孩 根本怎么去跟那些大公司抢市场 对不对 所以就那时候叫iGoGo 只做台南 然后就很快就挂掉了 然后那时候还弄了这么多一大批的 你知道这些人对我来说是什么吗 是每个月的月薪 月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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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忍痛把它收掉 那不好意思因为我好像讲太慢 那我讲快一点 就是遇到一些危机的时候 就是要去想着怎么 怎么去改变自己的行为 然后那时候也是把公司怎么收掉 想要放弃 然后那时候状态就像行私 就像很丧失一样 然后带着丧失的心情 然后来北上来政大念书 然后公司已经收掉 然后捧起来又说 哦你有创业我知道 我知道那个什么吗 然后自己都不太敢讲话这样子 就觉得自己失败 可是我觉得就是失败是一个转机 我除了在台北念一些商学的知识之外 也开始做了一些其他的尝试 因为我觉得说 有些事情 在灵魂中你会去做 就是一定会去做 你可能只是暂时休息一下 对所以那时候又重新的 现在这是我们的工作室 然后找了一些朋友 又重新做了一些尝试这样子 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们发展到 现在在粉丝赚上有十五万五千人 然后全台超过一千两百家的合作餐厅 然后超过大概一万的实际实卡人数 然后这是我们目前的成绩 然后也顺应我们接收资讯的方式改变 我们也把死我卡使用方式导入在APP行动装置上 然后让使用者可以更方便的搜寻周围的餐厅 然后导航啊搜寻资料啊打电话 甚至是参考实际全部帮你解决 我们的APP叫死我吃什么马上 现在就可以下载 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卡 实际上下载我们的 启动我们的那个虚拟卡 虚拟卡 然后就是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优惠 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实际卡绑定在我们的APP上面 同时也可以启动虚拟卡 直接出事就可以得到优惠了 所以现在大概有大概七万个下载 然后平均分数都还蛮高的这样子 那最后 我再用三十秒时间讲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 我们发现我们从行销端切入餐饮经营之后 我们似乎可以去解决一些店家从开门之后 就会发生了所谓营运面的事情 那营运面的事情我们可以怎么解决 所以我们就去跟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推动这一套 叫iChef的点餐机制 它是从点餐代位出菜出贷 甚至到发票结账 线上管理全部做在iChef上一套系统 我们是希望说可以从营运端跟行销端 都可以为店家做到一个创新经营智慧化服务 更新跟消费者之间互动模式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们去推动这套机制之外 也把我们既有的消费者希望可以导入在这套装置 给他有一个互动的机会 那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的业务 我现在一直传递到现在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虽然说我们没什么资源 没有太大的可以做投入的一些资金还是什么 不是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尝试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只要有前进就会有进步 然后最后我用三句话分享给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最近刚上映的叫《中国合伙人》 如果没有看过可以找我会有HDRs 就是我有线上预告片可以给你们看 这样子 然后他说三句话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会掉在水里不会淹死 那呆在水里才会 因为你不动你就是会沉下去 所以你必须逼着自己在那样的环境下 逼着你一直往前动 一直往前进往前进 才不会溺死在原地 那这是创业给我的一个压力 那这个压力也会push我持续的前进 跟做一些其他的常识 然后还有他想说梦想是什么 梦想就是一种你感到坚持 坚持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是痛苦的 可是你却为了坚持这件事情 你还可以感受到幸福 然后最后就是 他里面因为那个主角就是在美国打工 然后被那个 那个美国的老板就是欺负 然后他给小飞 然后老板又把他拿走 结果那个好像有点爆雷 就是他那个 结果给他小飞的那个 那个妈妈就再给他一次 然后他跟他说了一句话说 你还年轻 那你还会继续往下走 可是有些人在旁边说风凉话的人 他一辈子就只能在那里 那同样这句话送给在场的 所有各位想要做一些事情的人 有前进我们就会 可以给那些人眼旁观的人 证明我们自己是做得到的 好那这边是我的联络方式 我今天做一个很简单的分享 那希望大家如果 对我们的公司 还是对 对我 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这里 我只是免费卡片我先去而已 可以可以 我给你超实说要送两张书 好好好 没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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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班